随着卡努台风靠近台湾 今天北台湾的部分地区 已经开始下起阵阵的台风雨 而气象局也预估 卡努台风将会持续的增强 今天就会达到中台上线 而它的暴风圈 侵袭东北角的几率有高达六成 因此不排除最快在今天晚间8点半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观察到 卡努台风在周五将会90度的右转 他也表示 正是受到不同单位的环流力量拉扯 要是转慢一点或者是下不住 那么暴风圈就有可能接触到 东北角陆地 北部一早部分地区雨时不小 随着卡努台风逐渐逼近 外围环流也开始影响北台湾 天气风险公司总经理 红启明证实这就是台风雨 气象局表示卡努台风持续增强 预估周二就会达到中台上线 而暴风圈近袭台湾东北角的几率 高达六成 因此气象局预估 最快可能在周二晚上八点半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而周四到周五上半天 将是卡努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点 它的移动会比我们这个预估的资料 更接近陆地的话 我们也会评估台风 它的暴风圈影响我们的可能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观测到卡努台风 周五将会90度右转 还幽默地说开车转弯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正90度 他指出这是受到不同方位的环流力量拉扯 要是转慢一点或杀不住 暴风圈就有可能碰到东北角的陆地 而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也分析 暴风圈有机会在周四深夜到周五上午之间 碰到北部陆地 如果高压太强 减弱速度慢 台风吸折的角度会更加明显 也就是滞留的位置可能会更靠近台湾 粉砖也建议北台湾跟宜兰地区的民众 可先做好防台措施 在未来这两三天的变化不是很明显 所有的预测模式 针对大概三天之后的预测 都是蛮发散的 专家直言各国模式预测相当分歧 气象粉砖关气象看天气 也贴出各国超级电脑的后期预测路径 直呼这市场大乱斗 路径充满不确定 还有网友惊呼 会不会是纳利台风2.0 尤其卡弩台风北转角度时间 对台湾 尤其卡弩台风北转角度时间 对台湾造成的影响也不同 首当其冲的北台湾将要严正以待 这里是燕丽凡台北采访报道